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尼尔森宣布退赛,王一博痛失议员大将,状态大不一样。 最近这就是街舞的节奏越来越紧张了,舞者们和队长们都开始更加专注了。 原本火锅集中队长们都是在做一些游戏互动,如今也开始复盘节目比赛了。 王一博包括王一博战队的舞者们都是讨论度比较高的,王一博参加节目以来给节目带来了很高的热度和话题讨论量,而且王一博选择的舞者,也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。 最近的节目中王一博带领的一波网站,战队终于开始了逆风翻盘,节目中几位队员也都觉得非常开心,但是随即而来战队迎来了一个坏消息。 王一博痛失大将,尼尔森宣布退赛。 王一博作为第三季的冠军战队的队长,这一次节目势必要受到过多的关注,包括王一博战队的舞者也会被关注到。 节目播出之后,王一博的眼光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。 王一博首先选择了自己的老朋友布布,随后在首轮的抢人环节和强将尼尔森一拍集合,最后在选人环节又凭借精心的礼物合作了舞者小山桃,这样的阵容真的很强大。 在最新的节目中王一博站队的成绩非常乐观,舞者们也都被重新点燃的气势,但是在结尾的时候尼尔森却宣布了自己退赛的消息, 这让大家都觉得很难过。 尼尔森表示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必须要回到法国处理一些私人问题,有消息称尼尔森是因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不得不退赛。 这样的消息对于王一博站队来说确实是一个坏消息,尼尔森是公认的神级舞者,最重要的就是他和王一博的默契度很高, 在节目中二人显示出了同样不言而喻的欲望。 王一博一直都在用一颗真心交朋友,虽然王一博和尼尔森是在节目后期才开始的合作,但是二人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 在采访中尼尔森曾多次表示过非常感激,欣赏王一博,而且尼尔森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两个人的合照。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尼尔森还穿了带有王一博名字缩写的衣服。 这一次退赛,王一博也觉得很遗憾,尼尔森自己也表示很不舍的,但是却无可奈何。 最后尼尔森还依偎在王一博的肩膀上,明明非常高大威猛这一刻看起来真的很小鸟一人。 新预告战队Park,一波王炸信心十足,在最新的预告中还有更加激烈的战队赛,而且是根据作品的优秀程度加分,甚至还有加注的赛制。 这一次不仅考验舞者们的技巧,同时也考验队长是否足够果敢。 这一次尼尔森退赛,大家也会担心一波王炸会不会受到影响,但其实王一博已经表示过,自己对于战队舞者都很有信心。 在火锅局中王一博也提到过,他对于接下来比赛的作品也是很有信心的,因此粉丝们也都应该相信王一博,毕竟他已经是有经验的优秀队长了。 看着王一博在节目中真的有很大的成长,不仅学会了承担,而且也学会了如何面对分别。